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宝》 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事 你恐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又说一说 在这个拜登第一场辩论之后 他的涟漪效应比我心目中想的大 最多被人笑他,叫他换人 但今次换人应该是民主党党内的事情 但想不到共和党,他当然不会手软 共和党就是想着引用 《宪法第25修正案》 就希望 而且他想着分裂民主党 何錦麗女士 不如这样吧 一起罷免大灯吧 这招挺毒的 当然我相信应该不会吧 因为如果何錦麗 是有些能力 或者一般来说想登大位的人 有些能力和野心 看来这几年表现出来的就不是 你不要看得太多指牌屋 House of Cards 副总统趁总统升势下跌的时候 盛世而起,谋朝三位 现在副总统不太行 你的历史上好像没有正正式式 但其他国家有没有其他国家的多呢? 其他国家的多呢? 看看原来这次他辩论的表现欠佳 他的主要是两个字就是年龄 年龄 真的受到很多人的质疑 这个 原来 不过这个也很正常 就是纵观美国历史上辩论最老的两对人 加起来的年纪159岁 没办法逛 因为有一个接近八张东西 你不要以为 这个特朗普很年轻 但真的没对比没伤害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没对比没伤害 始终看回特朗普反应 反应是比较快的 特朗普是政令的存在 那些政策是否真的很好 你认真听一听 其实也不是那么凌厉 不过 都是那个人没对比没伤害 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 约翰逊说 现在拜登的内阁应该考虑引用 第25修正案 将拜登罢免 另一方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其实就裁定 提高国会暴动案的起诉门栏 这就是特朗普相关的罪名 可能会被撤销 对他来说相当不有利 对他来说 原来共和党籍的 众议员 Chip Roy 他就提出了决议 就说 呼吁副总统赫紧来 不如引用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 宣布拜登没办法履行总统职务 约翰逊作为共和党籍的 众议员议员 他说 对 很多人都要求这样做 副总统女士 麻烦你认真考虑吧 但是这个要取决于拜登内阁 你说那些人会赌国呢 应该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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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 你记得167政变之后 彭斯也没有赌国 不出声 饮你骂吧 不过 他就是在法庭上说他信的东西 他没有很明显地犯侵 不过不出声 饮你骂吧 不过后来在法庭上 他也要说真话 不然他也很糟糕 约翰逊向记者说 我会要求内阁成员 苦心自问 倒之以情 苦心自问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 原来拜登的辩论表现 是的的确连民主党 自己内部的阵营都很担心 原来有些金主已经 私底下讨论 不如这样吧 叫他不要选 拜登的顾问急急出来澄清 拜登的竞选团队发言人 就是舒斯特 说他不会退选 选民没有表明 你听着他说选民没有表明 同意这件事 如果选民表明呢 你真是有点蠢 你给了一个 门槛 给了一个契机 给共和党 如果他可以召集一群人 他们也是选民 就算是支持共和党也是选民 对的 对的 有了一百多千 你也很大 你也没面子 更容易 因为现在整个民调 其实很多选民都说不想他做的 对的 他就选一选 他找个独立第三方 不如这样说 你独立第三方 你共和党承认 他民主党不承认都可以的 但是你说的嘛 你说的选民 你应该说 就是说不会退选 要为美国继续服务 这样就好些了 你说的选民 没有同意 你刚才说的 他找一批选民 然后做过民意调查 未就养衰了 是的 你说的选民 你 自必选民 都觉得他年纪过大 连民主党支持者也这么觉得呢 其实 你一说到选民反而是对他不利的 你硬来 拿些措施 辩论其他 派一下堂仔 开一下空投支票 这样反而我觉得有点反转的机会 拜登团队 他就说 拜登会参加九月份 在ABC举行的第二场辩论 这个CNN 就是友善电视新闻网 他们就说 第一场辩论当中 都挺厉害的 4800万观众看了 都挺厉害的 不过 都是人数 有好有不好 虽然4000多万 但是 同2020年比 大幅下降 不代表不知道新闻的 直接看到他这么难堪的人 就比上次少了 不一定的 看的时候不一定知道 周表现那么差 可能 侵礼也不一定 结果就是 周表现强差人意 没错 那我们看看 究竟 这个 宪法第25修正案 原来 就是在2021年1月 针对特朗普支持者 是 占领国务一事当时 民主党掌控的 众议院官 西婆做众议院议长 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决议 呼吁时任总统 彭斯 引述这个修正案 解除特朗普的职位 彭斯自己上了当然 但是 彭斯是拒绝的 刚刚也是美国最高法院 大法官就与6比3的票数 迫回了下级法院的判决 提高了 妨碍官方程序指控 的这个法律门栏 其中 涉及 检察官针对特朗普推翻 联邦选举结果的案件 以及 跟2021年1月6日 国会三 冲击案的被告 这些相关事宜 这一项裁决 令到几百件案件面临不确定 特朗普在28日 在维珍尼亚州 造势大会时呼吁 这个感觉不可能释放全部 特朗普的粉丝 这件事我觉得是不会的 因为有些真的冲击到 起码你赢位 是吧 但是如果按照这个 真的可以的话 是有法律的基础 叫他释放的 现在释放 这个J6 J6就是 他们的国会暴动人 他说得好听 他们不是罪犯的人质 他们经历的 但是之前你也跟他们有割蓄的 顶你 现在的势力又想借别人 人头一用 你死了 经历了一切 所以现在 就应该释放他们 释放他们 这样说 当然 你说完全是否 真的 造一些 行运都没有 其实 民主党内部 的高级顾问也说 没有 预期到拜登在辩论 展现了 这个 很高水平 但是也没有想到 会 那么大事 实质内容 一般 表达 其实实质内容一般 不重要 特朗普实质内容 都很差 但是表达技巧 就是令到全国民众看到的 比达技巧是很糟糕的 他在这场辩论 没有两点 唯一 幸幸的 就发生在6月 因为是早 现在知道他这样 可能就 叫他准备一些 准备一些 如果他问你 你就回答到 此时而非 这样 还有 我也知道你准备什么 他能否反映过来 是的 就是这样 以前有猫子 我当你 你都可以准备 你都可以准备给他 他好像 问到一些 关键的问题 你的反应有没有那么快 老闆 有 有 而且第二场 我觉得考验更加大 如果你第二场再打 不敢想象 没错 当你主动退选的机率很低 幸好发生6月不是10月 10月你更加不用搞 但是这个梅度的天通电视台 已经说现在不行了 不是英国天空 是澳洲天空 你看看澳洲天空电视台 媒道真的很鲜明 那些很 很 bias 当然 媒道这些右翼的媒体 他怎会放过 周 民主党 一名 是 一位从政的党员 就说 现在讨论 召开大会 新的人选 其实 都已经是 难的了 他就说 现在拜登就好像 一个过了颠峰时的拳手 他走到长角之后 扔毛巾 扔毛巾就是赢了 他们也说 周虽然是需要 他也认为需要退选 但在党内 绝对反对 他说 其实我也认为退选 才是灾难 退因为输了 你也是 难听说 他就找他来做代罪羔羊 是不是 如果你找一个新星 扭心就会聪明 加州 加州州长就会聪明 因为他知道 如果我这样出来 吃了个势 以后 整个从政就会差 其实之前 国民党是换处 换了朱立伦 其实朱立伦也是 倒自己的 政治生涯 因为你如果在一场 大败的选举当中 之后对整个党的重挫 都很厉害 是的 所以现在 如果Michelle Obama 将来真的要选 他更加不会赤膊上阵 是吗 扭心也不会 这些 有机会成为 以后登大位的人 他们就不会 忍 这次 阿Joe自己上 可能会被人 扭一托 扭一托 以后可以 为了以后的 当选之劳 可以这么说吗 当选之劳 现在真的不会出的 绝对是这样 难听说 有什么 那些叉力都吃光了 最后发光发热 令党 有多 输 亦令党之后的新生 可以 优养生息 对吧 反而 最后的事就是这样 对吧 好 这次节目时间来到了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